十當今天問你請到的是兩位來自日本的藝人 他們因為不同的人生機遇 來到了台灣發展 卻成為了我們最熟悉的好朋友 田中千惠跟大酒保麻利子 1997號改變了我所有的人生 在桃園街場我是一個人大哭 好不想要離開台灣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們兩個都生錯的地方 為什麼 可能上輩子是台灣人 好多菜 這個蔥比特別對不對 泥蘭的蔥 泥蘭的 傷心中 這是什麼 三杯雞 這三杯雞不是金娃 我以為是三杯雞是金娃 三杯有做成甜心 台灣的男性真的比較體貼 我做菜的話我老公會喜歡 這種帳戶現在也不是很容易找到的 是嗎 我以為是台灣男生都這樣 沒有沒有 沒那麼容易你寫的這本書是中文書 對啊 我跟我媽媽有一些心結 是非常能溝通的 但我不敢跟大家講我寫的內容是什麼 你都很愛 然後最初告訴你在台灣 活得很高興啊 嗯 對不對 那大元食堂 不只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 歡迎千惠跟馬里子兩位喔 在台灣 謝謝 但我覺得你們現在都已經 算是半個台灣人了 所以說 你還恭喜你 你最近拿到了我們台灣的驅留證 對不對 對好開心 對 終於拿到了 對對對 所以你應該是我們台灣的媳婦了 嗯 那你的電影跟台灣的永遠是大家永恆的記憶 謝謝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我們這個賴師傅 來準備幾道台灣的菜 哇 知道我們節目歷來最豐盛的總共有五道菜 哇 不得了 但我先介紹這一道 是千惠你帶來的對不對 對 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今天的是布丁 然後這個布丁做得還蠻辛苦的 蠻辛苦 怎麼辛苦 我做了一次失敗 真的 我好像少了一個步驟 然後做出來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那時候傻眼 因為就是要敢通告 然後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做完布丁 我想說天啊 我們來不及做 可是也有不好意思給李老闆我的布丁 所以我想說算了 就是冷靜一下 然後再做一次 然後就是做出來的 第二次就是做出來的 第二次絕對是更好的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請兩位 然後我其實謝謝謝謝 還要有進步的空間 因為本來這裡面的泡泡 應該不該出現的 來我幫你布丁取個名字要不要 好 叫做成功之母 哈哈哈哈 失敗成功之母 對我知道 來來我們吃一下 千惠做的成功之母布丁 いただきます 請問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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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們兩位 我看到你們都其實蠻會做菜的對不對 加強菜 因為我二十出頭就離開家裡一個人住 那住在東京一個人生活 經濟的壓力也有 所以就是餐都大部分都是自己做 所以就是從小看媽媽做的菜 然後家看喜福啊什麼的自己 加量過 那你有沒有學一些台灣菜還是在台灣 台灣菜反而 因為我的老公也喜歡做菜 所以台灣菜交給他 日本菜我自己做給他吃 我今天特別為你準備了我們台灣的禮物 你做菜對不對 日本日式飯糰你會做吧 會 OK 我送你台灣的米 哇 那你好好做更多的飯糰 謝謝 但是你這個送給你 你下次要把飯糰還給我們 好不好 好 這是一個交換 好 好不好 謝謝 下次日本的飯糰給 端哥吃 謝謝 我們給千惠也有 你想學做餃子是不是 是 但是你找不到餃子皮是不是 飯糰 沒有耶 台灣餃子皮有賣 他飯糰三斤找錯地方了 你去哪裡找餃子皮 超市 因為日本 日本也是常常做 我們家裡常常做餃子煎餃 然後日本的超市都有賣 都有 對 你講的是超商店吧 就是我們那種 超商店 對 沒錯 就找不到 就找不到 然後那一天我就 就已經晚上十點了吧 可是我已經有 就是下定決心 等一下一定要做好餃子 但是找不到皮嘛 所以我從皮做 餃子皮開始做 你自己買麵粉做餃子皮 對 真不容易啊 可是就是失敗啊 又失敗了 對沒有成功 所以你家裡有失敗之母有布丁 有失敗之母有餃子 沒關係 我送你餃子皮好不好 謝謝 你不要半夜三斤去找了 謝謝 送你兩個餃子皮 然後你就 每天做吧 好 然後到時候交換 對 你為什麼對台灣的餃子 那麼感興趣呢 我在台灣學八個月的中文 所以我總共在台灣學中文的時間 是就八個月的時間 那我那時候感覺好像 來到離東京稍微遠一點的 我自己的就是國家的那種感覺 這很親切 因為有很多日本的節目 然後街上有很多 平家民的那個 的那個看板 對 所以就是很親切 但是因為食物上面 還是跟日本的口味 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在留學的時候 最常吃的都是 水餃或者是煎餃 而且因為煎餃是 我們在日本也是常常吃的 家常菜 就我覺得 每次我就 去傳統超市買 雪餃皮 然後這些每次就開始包 是的 我可以節省你兩個禮拜時間 你可以包很多很多小朋友 在裡面來講 其實你們兩位在台灣的 居住工作都有很多收穫 像你看 他在台灣結婚了 然後也拿到了居住證 而且台灣自己 你呢更厲害 你還出書了 這本書 四十人懂愛 第一個你透露了你的年齡 人懂愛 我的感覺 你還是能夠很自在的自己去生活 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同時更懂得怎麼去愛別人 包括你的爸爸和媽媽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沒錯 因為之前愛對我來說 好像是愛別人的那種感覺 更不知道愛自己是多麼重要這件事情 所以跟就是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之間發生一些 沒有到很誇張的爭吵 只是有一些心結啊 或者是矛盾的部分存在 但是因為經歷了那個 就是過去的一些跟人之間的互動之後 我學到愛自己其實很重要 愛自己能夠更愛別人 很不容易 你寫的這本書是中文書耶 對啊 好厲害喔 我以為寫的 剛才日文 對啊 哇這正印真的很花苦心耶 太厲害了 但我喜歡寫字 所以喜歡寫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寫的過程 其實滿開心的 真的喔 對我來說一種需要 其實台灣 你們兩個誰來台灣比較久一點 你比較久 我對 OK 請回答還不知道 你是當初 你是刻意地要來台灣來想 想發展對不對 我跟台灣好像像磁鐵一樣的關係 就是互相有那種 看不見的一種力量存在 就是互相 就是魅力存在 所以就沒有辦法讓我離開 我也沒有辦法讓台灣離開那種感覺 因為我有兩次 這十四年的時間 有兩次有機會可以回日本的 但是 第一次就是我剛結束留學的時候 我原本打算要去北京學中文 但是因為就是幸運的選上 被選上海角七號 所以那一次就繼續留在台灣 從此走不了了 對 對 後來因為大概五六年前吧 我就給自己放比較長的假期 然後那段時間我一年半就沒有回來 就是暫時不打算要回台灣的計畫 可是後來因為有台灣的電影叫 失憶有邀約 所以我就回來 就回來 就兩次 對 其實他也很像 你看 麻利斯我看 妳是當初旅遊 對 來接觸到台灣 是的 四天三夜的旅遊 對啊 妳完全是個觀光客那時候 對 而且是一個人來 台灣的男性真的比較體貼 回到日本 然後我們去吃飯 那我老公先吃完 他是很自然的自己的盤子 拿下去廚房進廚房 那我的爸爸很生氣 罵我 怎麼會讓老公做這種事 這應該是太太做的事情 對 完全是個觀光客那時候 對 而且是一個人來 然後就是沒有來過 就是沒有先做好觀客 所以我背了一本 從零開始學中文的書 然後來這邊 就是試試看 跟當地的台灣人 能不能溝通啊什麼的 那這樣子的過程中 我真的愛上了 所以妳的四天三夜 對妳影響蠻大的 對 一定吃到好吃的菜 我們現在有到第一道菜 來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第一道菜 每道菜都代表台灣一個 特殊地點的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 三杯雞 雞肉是來自哪裡 雲林 烤他們一下有沒有 請問三杯雞是哪三杯 三杯 就青蛙嗎 為什麼是青蛙 我說三杯雞 三杯雞的三杯 三杯 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什麼 知不知道 三杯調味料 醬油 味淋 味淋有嗎 台灣可能沒有耶 沒有沒有 酒 酒 對 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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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什麼 麻油 所以台灣菜是不能沒有嗎 可是它很厲害了耶 對 麻梨子非常厲害 都是會做菜的 對會做菜 所以那千惠這個菜就沒有了 對 真的嗎 打電話很想吃嗎 這個雞肉是來自於雲林 對 因為土雞 台灣中南部的土雞 對 謝謝 這個三杯雞不是青蛙 三杯雞是很台灣菜的 三杯雞不是青蛙 跟青蛙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嗎 怎麼是青蛙 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三杯雞是青蛙 三杯田雞 田雞是青蛙的另外一個香火 對 本來我們今天叫它這個三杯田雞 它做錯了 好 我們趕快吃一點 好 台灣的三杯 我先講你的布丁很好吃 真的嗎 謝謝 很好吃耶 古早味 你下次我要吃了 失敗第二次了 再拿 你可能找到更好的 我的意思是說 它 來的 你看也是一場旅行 嗯 到後來 你來學語言 是 其實你也沒有想到台灣待那麼久 但你得了金鐘獎 得了我們的金鐘獎的演員 也改變了你 你後來來台灣的發展 其實我決定要來台灣之後 就是沒有要回出日本的打算 你都沒有要回去 對 那一天是四天三夜的旅遊嘛 但是回致的 在台灣之常 我是一個人大哭 好不想要離開台灣的那種感覺 那個感覺也是跟陳惠說的一樣 就是我也是應該有跟台灣有緣分的感覺 就是在北京上我是下定決心 所以你們兩個都生做的地方了 為什麼 對可能上輩子是台灣人 對我們覺得 可是他在台灣結婚了 你也會走這條路嗎 看緣分囉 我不排斥 就是真的 婚姻這件事情真的看緣分吧 談感情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蠻有意思的 這個台灣的男性跟日本的男性 我看你的書裡面 其實有越來越提到一點點 台灣的男性 這十四年下來 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台灣的男性 對 你有希望了 真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男性 真的比較體貼 剛到台灣的時候 幫女生開門 或者是幫女生拿包包 或者是還有結婚之後 就是台灣好像夫妻都可以去工作 只是但日本大部分的女生 還是嫁了之後 就當家庭主婦的 還是比較多 日本的文化界還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有一點 一直不敢結婚是這個原因 因為感覺好像結婚了 我想 我所想的工作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你現在也考慮就是 只要嫁給台灣人 因為你還要工作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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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看緣分的 看緣分 對 對 你對台灣人 那更可以說了 你老公台灣人 對 然後 他不會這樣子去管管你吧 不會 他真的很支持我的工作 因為在台灣的話 我們 我做菜的話 他會洗碗 這樣子的習慣 這種帳戶現在也不是很容易找到 是嗎 我以為是台灣人像都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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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調查一下 不是每個帳戶都洗碗的 是 光哥不洗碗的意思嗎 我家用棉洗碗 棉洗碗 回到日本 然後我們一起吃飯 因為我那天做菜了嘛 然後大家一起吃飯 那我老公先吃完 他是很自然的 自己的盤子拿下去廚房 進廚房 那我的爸爸很生氣 罵我 怎麼會讓老公做這種事 在日本文化這是不行的 是嗎 對 就是傳統 就是沒有到目前前 傳統的理念有這樣子的 這應該是太太做的事情 就讓先生做 這一點是讓你更愛你老公 對不對 對 我真的覺得很幸運 那原來的家人 贊不贊成你這個婚姻呢 原本我的爸爸 有一點不贊成我跟老公 我當台灣人結婚 因為他很擔心 就是語言不同 沒辦法過通 然後就是文化也不一樣 跟你老公日文好得很 對 所以後來就是第一次帶老公 回去日本的時候見爸爸 那爸爸一開始是有一點 就是不開心的臉 但是我的老公是有一招 帶著很厲害的台灣的威士忌 去見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很喜歡喝酒 然後跟他一起 陪他一起喝一瓶 買通了岳父 對 就我的爸爸超級愛上我的老公 對 所以台灣的男孩子 比較比日本男孩子 來的殷勤一點 對 我們感覺日本人在做事上 是比較精細 他們比較準確 換言之他們比較沒有彈性 一定一按部就不一樣來 台灣人覺得很多事情 你幹嘛那麼 比較有細心一點 你那麼堅持幹嘛 變通一下 跟日本人很堅持 對 這一點你能適應嗎 像日本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如果在戲裡面的台詞要改的話 演員我們是前一天 一定會拿到新的台詞 還是前一分鐘 對 我那真的 那時候真的 就嚇死我真的 就是 又不是我的母語 所以 感覺好像 沒有辦法記起來那種緊張感 但 我這一點還滿感謝台灣的這個文化 因為 讓我的個性改變了很多 所以你們到台灣來 性情都大變化 我是大改變 大改造 我是大改變的 真的 你有嗎 我也覺得在台灣生活比較自在 嗯 有 所以你以前在日本都是裝的 裝的 就是多多少少要裝啊 就是在日本生活 一定要多多少少要裝 是吧 我不懂什麼叫裝吧 就這樣被日本人罵嗎 裝 我是因為 我從國中開始 我是被標籤成 優等生的一個 就是學生 可是我也不是刻意把自己變成優等生 就是好學生的印象 只是我該 我該做的東西都做好了 就反而被老師說 大家 大家看看就是像田中小姐那樣做 我自己後來就越來越有壓力 好學生的這個標籤 一直困住我很久 因為這個影響到我的演藝工作 我的世界好像寬寬的 就是一直衡量那個對跟不對的就是線 其實我們的世界沒有所謂的對跟不對 但我優等生的時候 我一直可以要對跟不對 或是好跟不好的那個線 你自己有一條線在那邊 對 然後你就不敢跨過去 對 所以我當時一直被當年的日本的經紀人勸我 就是一直他提醒我說 應該要跨過那個線 但因為我自己不敢 所以我們看到的海角七號演出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比較聽的你 對 沒錯 味道也跟我講過 現在是你比較奔放的 比較是你自己了 對 比較自在比較輕鬆的 你比較喜歡現在的你嗎 那馬莉子的你以前也聽嗎 我以前 對多多少少有聽的吧 為什麼你都要聽了 日本女孩子有那麼多的限制嗎 海角7号上映之后 就是在捷运上就办了签名会 前年开始参与日跑赛 然后我就跑了两次 两场全马 跑过日月堂的 再也不想跑 真的很辛苦 那一项路真的很逗 真的很恐怖 日本女孩子有那么多的限制吗 因为我怕出风头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当演员 但是如果自己出风头的话 可能被别人注意 被别人讨厌 然后因为我学生时期有被霸凌过 对 所以这个记忆 就是让我觉得 就是爱表现 但不要太出风头 可是原来你们想当演员 你小时候不敢讲 那你是一个优秀生 本来应该是好好念书的 现在你们两个都去 我用叛逆两个字 对不对 你们两个都有点叛逆吗 我是有 有 我从小时有一点想要做什么 你们就一定要做的那种叛逆的心 那你爸妈他们接受你吗 这样子 就他们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对 因为从小的歌 千威的爸爸是很有名的彩妆师 其实就是他替一些很著名的人物做化妆设计 对不对 是 但你跟你爸爸关系以前并不是那么好的 我父亲的职业也是一直困住我的前途 太出名了 对 所以我每次就是 就小时候刚出道的时候 就是经纪人帮我去跟导演 或是这座公司打招呼 然后对方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他们就只记得我父亲是谁 不记得我的名字 我那时候因为我也是世子座 所以心里很火 为什么不记得我的名字 那种感觉 对 所以你们两个小说应该都很有意思 对不对 其实走上这条路真的要很辛苦的 所以辛苦我们要上道菜 来 好 第二道菜这是什么菜 五味的花枝 五味酱的花枝 这个花枝 那这个花枝是来自于哪里 澎湖 澎湖 去过澎湖吗 有有有 OK来 那一样五味酱是台湾 这个比较具有在地特色的一种 调味酱的台湾酱方法 台湾跟日本来讲很多 我们也是喜欢吃海鲜的 对日本的海鲜也是很多的 对 对 对 我很想知道 现在你们的父母亲 对 怎么看你们现在的成就 怎么看你们在台湾的发展 嗯 你的父母亲 我觉得 母亲 就很开心我 看到我在台湾这么自在的 取了一个会 嫁给一个会洗碗的照顾 对对对对 爸爸 爸爸真的很喜欢跟我打老公 可以做 对 你在这个台湾上 他没有想召唤你回台 回日本吗 没有 从来没有 真的 我来 我最近来台湾 也是 我已经在台北住了房子之后才告诉爸爸 他们已经习惯这样子的过程了 你听到没有她的声音很羡慕 你不敢对不对 我不敢 所以她就是结果我九年后 我在台湾这么自在 她很开心 对感觉上 就比较果断的个性 对 你的家里怎么看你现在 现在 我爸爸我父亲是很支持我现在的这个工作 也是他 他其实一开始是反对我来台湾发展的 而且因为那时候我 要来台湾是大概25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日本也是没有得到一些比较好成绩的演出 所以我 我爸爸那时候跟我讲说 一个在日本还没有出头的演员 怎么可能可以在国外发展 就是成功 就很像一个日本爸爸的讲话 对 然后因为他也看到我这个十几年的成果 所以他现在是很支持我 其实现在问题是我妈妈 妈妈怎么妈 妈妈 她一开始反而比较支持我 嗯 可是呢她因为 我也 我们要中断一下 为什么千惠的妈妈反而转而不支持她呢 这就是我们的剧本呢 写到这边就是要停机一下 就是台湾电视 我们要 稍等一下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是点心 来自屏东东港的这个甜点 你看它做起来 色泽也很漂亮 其实甜点 日本人更喜欢吃甜点 我看日本到处都是甜点 对 爱吃 我常常想日本人为什么都那么喜欢吃甜的东西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人传统就是下午三点就是要吃甜点 真的 对 电视观光说的 那你们现在台湾还保留这个生活习惯吗 下午三点要吃甜点 我想吃就随时吃 对 这个有点像日本的感觉 对 和果子 有点 看到很多地方现在都 一些都有日本的影子 对 都在这边 你现在经常碰到很多影迷吧 就还是在《海角7号》上映之后 比较风寓一点 就是在捷运上就办了签名会 一个人知道我在 就拿出来书还是什么 然后就帮他签名 然后另外一个人知道 那可不可以跟我 就是帮我签名什么的 因为《海角7号》那段故事 我觉得也带来了很多台湾人 对台语恋情的一种想象 你现在还会 期待还有一部这样的作品吗 当然 当然 人不能贪心 还是就是认真努力 做工作就好了 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没有像我刚来台湾的时候的那种 一股一定要做到的那种 梦想的那种目标 只是因为 到现在 我还有机会可以在台湾发展 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很难得的 因为中间 我有认识了好几个日本人 也是已经回去 然后父母亲的身体也非常健康 如果哪一方有生病什么的 我也没有办法在台湾 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所以我想来的每一个工作都好好做 然后也想就是接下来我会做跟我父亲之间的一个 就是彩妆的部分 对你的彩妆父亲的事业 看你的说好像说你要 你也要去做彩妆师吗 我不会做彩妆师 我想 我想做的就是我想继承 我爸所累积的 这五十年的时间 有关彩妆的基础 就是哲学的部分 那我爸爸其实也是 一开始也是他跟我讲的 他的彩妆哲学是化妆不一定让你变美 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在美 对所以他一直强调的是内在美的重要性 我现在已经有跟我父亲一起经营的Instagram 但我现在在摸索当中 就是怎么样把我爸爸跟我一起 就是接下来要开端的这个 所以你爸也很高兴 将来一个女儿跟他在一起来做这个team up 对对对对 他现在很开心 对对呀 他应该也没想到我小时候是 就是一直避开这个跟我爸爸的关系 所以对 那个重点来了 你刚刚说你妈妈反而跟你现在 对 是怎么了 爸爸现在开始跟你越来越接近了 是 当初不是那么放心你在台湾发展的 我先喝杯酒好了 喝杯酒再笑 我不是茶不是酒 不管了 那我先说你了 你的现在 我常常想你的家人看到你在台湾 他们有想到这么一个女儿能在台湾 有这样子的发展成就 没有料到 就是一开始不会讲中文 那一段时间 现在很痛苦 有苦说不出来 对 没有人理解我 我跟我妈妈是非常能沟通的 这本书她知不知道你出 她知道 但我不敢跟大家讲我写的内容是什么 你懂的爱 然后 这时候告诉你在台湾 活得很高兴啊 嗯 嗯 对不对 他们有想到这么一个女儿能在台湾 有这样子的发展成就 没有料到 没有 其实妈妈也从小知道我想要当演员 就是不管日本的作品 对 都第一时间去看嘛 嗯 那我小时候的梦想 一个是想要当演员 还有另外一个是 想要做 呃 使用外国语言的工作 那同学也知道这两个梦想 然后我在台湾实现这两个梦想 就很 我想你很棒 你知道她都实现了这个 嗯 语文工作在台湾的发展 对 所以其他朋友应该很羡慕你啊 嗯 嗯 羡慕啊 就是 替我开心这样 嗯 好 你现在可以休息够了 对 可以 你为什么你的路反而走的 开始 嗯 跟妈妈这边是哪一关过不了 呃 因为我发现我跟我妈妈的价值观的根本就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 是非常能沟通的 她一开始支持我 是因为她以为我到三十岁的时候就会 就 就回日本 然后陪在她身边 嗯 因为其实我们我词写可以回日本 就是放弃台湾的市场可以回日本 嗯 可是因为我 我就像在台湾发展 嗯 所以她 她 她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到国外一直发展 然后她 我每次回日本 我妈妈每一次问我说你什么 你什么时候回日本 哇 我觉得有 对我来讲有压力 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讲话的时候 每次都会结巴 就是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因为很紧张 然后 头脑空白 所以 想说的话就没有办法好好说 我后来写信给她 就是写一封信给她 说 就是里面写说 我当下的 感受到的心情跟 想跟她讲的话 然后我就 给她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 因为她后来也没有跟我说什么 嗯 所以 但因为我也没办法勉强她 就是要让她改变她的价值观 或是她的想法 我也不想勉强她 但我觉得我跟你说了 我真正的想法 这样子 这本书她知不知道你出 她知道 但我不敢跟大家讲 我写的内容是什么 对啊 你看我们两个都不觉得 这本书不就是一个 很好给她的一个答案吗 嗯 至少这本书里面说了 对妈妈 对妈妈 你懂的爱 我很想哭 你懂的爱 然后 最主要告诉你在台湾 她们 活得很高兴啊 嗯 对不对 啊 这妈妈 嗯 帮我们这段文字翻成日文 给妈妈看一下 真的 真的 真的不要 帮我们这段谈话 对不对 哎呀 哇 妈妈年龄多大了 72 我爸妈两个都是72 72 72岁 对 所以 你现在只有透过爸爸 来劝劝妈妈 你爸爸钱 我爸爸也不敢 对 哇 很难上上哦 真的从小 妈丽子你有什么意见吗 环境很不一样 对 就是 我是从小就是比较叛逆派的嘛 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 就是 从小叛逆一点比较好 真的真的 我没想到 就是前会有这样子的 就是 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所以 母亲反而 你现在有点牵挂 牵挂了她 对 可是我觉得 你要活你自己的 但你又知道 她是你心中很重要的一块肉 是 就像我们 就是母子 母女之间有的 期待吗 一样的关系吧 那个期待是只有 跟母亲有的关系 那 感觉好像 那个也是一种 爱的交流的方式 那我跟我妈妈现在的关系 就是 没有办法离开 没有办法切断 那个期待那种关系 所以你碰到一个难题 对 那难题当中还好 你有哥哥 有妈妈 对 然后 然后拍一些做好菜的照片 给她妈妈 做点饺子给她 我们上菜 然后饺子给妈妈吃 这是什么 台湾的地方的特色青菜 水莲 OK 很喜欢 美濃的水莲 美濃了 好来 但是我炒虾仁 拌炒的虾仁 嗯 好吃好吃 好吃 我就想问 打拼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嗯 嗯 疾不疾磨 不会 这个好 好疾磨啊 就是 我一开始是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因为 就是一开始 不会讲中文的那个时段 就是 没有办法自己工作 没有收入 就是一直都吃老板生活 经济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就是我决定 不要跟日本人找朋友 身边交的都是台湾朋友 嗯 但是那时候 跟大家一起 很多人在我身边 但是 我是没办法完全融入他们的 就是 虽然大家一起 但是 我是 很寂寞 很孤单 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 孤单 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 没有人真的在旁边 而且你必须自己一直要撑下来 对 你没有退路了 你就要自己走下去 对 自己很想自己决定的事情 但是 对 都没有退路 没有人理解我 所以在外国社会去 发展不容易 特别你们 很多工作 你还有很多的 荧光幕上的 有很多人要看着你 对 我想那是很苦 那你是怎么撑呢 你靠自己写字吗 靠自己 就大哭啊 发泄 没有 没办法 大家理解我 没关系 我就是大家 不在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 就哭 就来发泄一下 就没事了 因为过了那段时间 就是 经历过了 就成长 就 坚持一下 一下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很勇敢 嗯 就是 比较好长 好长 不服输 不服输 对 在台湾 你们 你们有没有自己去找点乐趣 生活不能这么苦啊 对 对 对 那台湾的生活乐趣是什么 你都靠着什么 自己每天的生活去 我前几年 我前几年 快乐的 讲点快乐的事工 有没有乐趣的事情 我最近的乐趣就是 跑步 跑步 嗯 我前几年 三四年前开始跑步 然后 前年开始参与日跑赛 然后我就跑了两次 两场全马 哦 真的啊 有跑过日月堂的 对 再也不想跑 真的很辛苦 那个山路真的很陡 真的很恐怖 已经跑了四十公里 然后还给我三公里 那种 上坡跟下坡的 真的跟死人一样 所以你做了以前没做过的事啊 真的 这件事情 我每次回日本 然后知道 像我爸妈 还有跟就是小时候的 日本的朋友知道 我现在在跑步 大家都很惊讶 因为我小时候 特别不喜欢做 就是运动的人 连换运动衣都不喜欢 都不愿意的那种 所以韩小7号里面 那个主角 到底跟你原来的个性像不像 其实蛮像的 我现在觉得 是不是 只是因为大家都 就是跟我比较熟的 或者是跟这样子 比较一对一 或者是三个人 谈话的人 才能感受到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但真的作为一个日本的艺人 来台湾发展 仍不容易 能不能告诉我 不容易 好 那我不去了 不容易 真的 还是很多 比如说台湾 我们对日本的文化 满能接受了 对 为什么不容易 我觉得台湾的女生比较大方 个性上比较直接 我是比较喜欢 因为日本的女性社会 是还蛮恐怖的 真的 同意都讲 就心机很重 所以代表 日本社会很重 是表面上的一个和谐吗 我觉得有 所以喝酒 喝多钱和喝酒 后的两个人不同 对 不容易 对 对 还是很多 比如说台湾 我们对日本的文化 满能接受了 对 为什么不容易 如果是 我以为是 短根说台湾的旅路 我不会去 我的机会早就过了 海角18号都不会找我 如果真的 真心的喜欢台湾这个环境 这个文化的人 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 在台湾可以做自己 可以做自己 然后我觉得台湾 给 不管是国外的人 还是怎么样 就是 新人 给新人的机会 是比较多的 真的 比日本人 比跟日本比起来 所以 我真的很感谢台湾的 这么包容 包容心真的很大 台湾的人的包容心 现在很刚给我们 外国人 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现在 还有没有你们自己的晚辈 下一代的 有其他日本艺人 也想来台湾发展的吗 应该很多 很多 那吓死了 很多 那应该不要来那么多 其实已经有很多 但是真的是 可以坚持很久的人 但是相对来讲 我想你们就是 你们也在发展 那还有新的人来 这会不会给你们 越来越多的压力 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 因为这个 不管是外国人在 就是外国人在台湾发展 我觉得 演艺圈是很现实 所以新的人上来 被淘汰的人也会有 这是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道理 但没有新人上来的话 我可能会就是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 大家都认识我 然后 我可能也不会再努力 可是因为有新人上来 我还是不得不努力 其实我觉得 你们两位坐在这边 我们看到最多的 就是那个 你刚刚讲的两个字 努力 因为你们可以 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们就是用你们的名称 然后就这样子 就是我等着 然后不行我就走吧 可是你们现在 你看你有舞台剧 你有自己很多表演 你还主持很多电视节目 把很多的日本人 介绍给台湾 你有各种的发展 你还出书 还有半夜抱饺子 我觉得那种努力 其实就是让台湾人 我觉得会很感谢 也很感动 因为你努力的去 不断不断的 没有一刻放弃 这点我觉得很佩服 所以我要送一个 葱油饼给你们 哇 哇 好多台 这个葱油饼特别 对不对 泥兰的 三星中 对 三星中 你们最喜欢台湾什么地方 或最喜欢台湾什么 讲一件你最喜欢台湾的是 不要讲台湾的男性 好不好 因为你已经有丈夫了 他还可以讲 哈哈哈 我喜欢台南 台南 台南有很多 台东 台东 我最近去的台东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爱上 短期内我去两次 对 那边 这真的是跟台北生活的步骤 节奏不一样 这是慢慢的 对 很漂亮 很喜欢 台湾的南部 比较喜欢 嗯 生活节奏真的比较慢下来 嗯 让我们看到了 作为一个日本艺人 在台湾 你们的敬业 精神 我觉得这 很不一样 所以 有没有什么日本的 你们自己觉得的精神 生活的原则也好 你生命中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没有 我反而觉得 就是希望很多日本人 跟台湾人学习的地方 比较多 就是 嗯 我现在马上想到的 就是这样子 嗯 因为我在日本的生活 比较 焦急 因为 就是 日本人口也比较多嘛 就是 竞争也比较激烈 那 做什么 就要积极 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 当然积极 一段时间 我觉得年轻积极过 我二十 二十几岁的时候 非常非常积极 那现在三十几岁了 就反而觉得 就是 积极的时候 忽略的 忘记的 其实享受生活 这个部分 也是 想自在的 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日本人 生活过得太紧张了一点 嗯 应该跟我们学习一下 我们生活比较知道 平衡 对不要忘记享受 就这本书啊 事实上 人懂得爱 意思代表 你人还懂得生活 很重要 我们要懂得生活 我觉得刚刚 真的要 要 享受生活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我觉得 就是爱自己吧 爱自己 不管是台湾人 不管是日本人 我觉得 每一个人 真的需要 懂得爱自己 真的很重要 台湾很多观众 对日本的剧 是非常追的 对日本的很多明星的生活 也很关心 嗯 台湾的女孩子 你觉得跟日本女孩子 比较起来 给我们一个 你们的评价 要不要 比较台湾女孩子 跟日本女孩子 我觉得台湾的女生 比较大方 大方啊 嗯 就是个性上 比较直接 嗯 我是比较喜欢 因为日本的女性社会 是还蛮恐怖的 真的 我有 我有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吧 有三个 自关系蛮好的 三个女生 然后A跟B 出去外面的时候 她们会说C的坏话 OK 然后B跟C出去外面 说A的坏话 然后A跟C出去外面 说B的坏话 然后但是 还是三个人出去 就是出去外面 就是玩 那到底她们是谁 就是 狗心动脚 狗心动脚 就心机很重 日本社会很重 是表面上的一个和谐吗 我觉得有耶 所以啊 喝酒 喝多钱跟喝酒 喝到两个人不同 我现在 我现在懂了 就是表面上 我们都要很和谐 对对对对 但私底下 我心里怎么想 我不见得让你知道 是没错 所以生活得很紧张 每天都要猜 她在想我什么 对 台湾你也不会啦 台湾讨厌你就讨厌你了 对 讨厌你也是直接讨厌你 喜欢你也是直接喜欢你 不然我们有祝福啊 好 这个 下次到我们节目来做菜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然后 要不带妈妈一起来 好 我就跟她想 好主意 这样子 就解决了 她说要放音 她都听不懂 签婚的母亲一起来 好 你说我是海岛8号的男主角 OK 没问题 海岛8号男主角 好 那电影还没演 马上就演 对对对 绝对很空洞 对 没问题 OK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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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